第1034章和他们一样成为废物 他整个手臂猛然一下子伸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神知的虚影 刹内间直接踩了下来 凌空要将他踩爆 这一尊巨大的神知 全部都是他的真元凝聚 而成的精纯而又恐怖 随便一脚 都能将天地踩他一般的错觉 他的身体之中的每一个毛孔 都在喷吐着剑气 无数剑气在他的头顶会合 直接爆射出恐怖的剑光 凝聚成一柄大剑 瞬间斩了出来 藏天 伴随着叶西文的一声爆喝 这一柄大剑犹如化作长河 割裂长空 为天地送葬 常见势如破竹 那一道巨大的神知的虚影的大脚 被直接切割开来 化成了漫天的元气 刀道 亦或者是剑道 在他的手中都没有什么分别 他修炼的是武道 以武道御史千般大道 这是什么剑术 怎么如此厉害 那个丑陋的青年顿时大惊失色 身体连连后退 他的那一尊神知一般的虚影 当空被叶西文一剑斩爆 毫无还手之力 该结束了 叶西文刷的 一下一步跨出 直接就冲到了 那个丑陋的青年的面前 手中又是一团火焰燃烧了起来 化作一柄长刀 猛然间展落了下去 住手 那些太风海域的诸多高手 纷纷呵斥说道 他们怎么可能容许 叶西文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杀掉他们的同伴 尽管他们平日里的关系 或许也算不上太好 但是这个时候 却必须要站在同一个立场 轰 轰 轰 上百道恐怖的攻击 刹内间就扑杀到了 叶西文的面前 这一群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的高手 联合出手 这威力之大 简直可想而知 杰杰 一声魔鬼的厉笑 一道魔影从叶西文的身上 窜了出来 化作一尊盖带魔头 天地之间顿时魔气席卷开来 重塞天地 正是叶末 却见叶末一声冷喝 魔爪摊开 顿时间 无数道魔道印记被抓出 天地间似乎一下子都陷入了魔镜之中 看不到其他的法则了 这一套魔功施展开来 真正的是惊天地气鬼神 以叶末禁银多年的实力和底蕴 要光论对于功法的理解和运用 他是拍马都赶不上叶末的百分之一的 他一出手 就要将这世界变成魔剑 充斥着魔道 那些轰击过来的招式完全被他一把抓住 当空筒筒捏爆 虽然没有实体 但是借助着天元镜的威力 却也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这些超脱境九重天的高手 根本不放在他的眼里 相反的 在叶末的眼里 这些海族年轻高手完全成了写实 补充他的消耗 而叶西文则是心无旁堵的 直接一刀斩落了下去 啊 那个丑陋的青年顿时一声惨叫 被当场斩成血雾 紧接着被一道血光直接刷走 这个丑陋青年 虽然在叶西文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但是要说起实力 在超脱境九重天之中 也是属于最顶尖的异类 而且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时期 身上的气血异常之多 完全能够补充天元净的消耗 甚至能够帮助天元净一举破入人间顶级的阶段 各族的高手都一下子看呆了 尤其是那些其他海域的舞者 看到叶西文大发神威 轻松将那个丑陋的青年当场斩杀 更是吓住了 太风海域轻松击败了风随海域 获得了这一座城池的控制权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这一座城池的巨无霸 所有人想要在这一座城池住下来 都要看他们的脸色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子 屠戮他们的成员呢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子 最重要的是太风海域实力之强 却是远在其他海域之上 就算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 想要对他们动手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被生生击毙 但是眼前的这个叶西文却做到了 而且是在太风海域诸多年轻高手的面前 斩杀了他们的一尊超脱镜九重天 巅峰的天才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想象的级别了 变态 这也太变态了点吧 一个超脱镜七重天的武者 居然逆行蒸发一个超脱镜九重天的天骄 真是闻所未闻啊 有人感叹的说道 这云星海域这一次有这么变态吗 那海龙公子就已经狠了不得了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一个人潜藏着 面对轻松化解他们的攻击的叶西文 那些太风海域的高手们 也都有些傻眼了 大约也就仅仅是三庙童子和耀炎舒然 已经旁天干三人对这个结果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他们都在叶西文的手下吃过大亏 甚至可以说是被轻松击溃的 不过心中也是暗暗惊叹 这叶西文越发的变态了 尤其是和五年前相比 就更是如此了 什么人 这个时候一声爆喝从城内窜了出来 那些太风海域的高手一听到这个声音 顿时只觉得心情立刻就安定了下来 原本看到叶西文的恐怖战斗力而带来的心慌也是一下子消失了 是半步法相静的高手 有人顿时瑟瑟发抖的说道 半步法相静虽然仅仅只是半步法相静 但是毕竟已经合法相静沾边了 已经能够压制这些普通的超脱镜的舞者了 边云 叶西文脑海之中顿时冒出了这个名字 从海龙公子那边 叶西文知道了这个名字 太风海域这次派驻过来的高手 清一色的都是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而其中更有严淑然这样的顶尖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而在这些人之中 边云一直都是稳稳压着众人一头 就如同原本在众人眼中的海龙公子一般 那么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高手 十之八九 就是边云了 有半步法相静的高手坐镇 难怪太风海域能够击溃风随海域 占据了这座城池了 一道身影 快若闪电一般 出现在叶西文的面前 一股恐怖的危机瞬间跃然而上 一柄长枪在叶西文的身后 犹如是电钻一般 直接穿破长空 朝着叶西文的后脑勺轰来 如果被切实轰中 就算他是霸体 他的脑袋也会犹如西瓜一样 当场爆开 不可能生还 叶西文的反应速度更快 不过是刹内奸 就已经回过神 随手甩出一道剑气 轰向了这一柄长枪 叶西文自然知道 这一击仓促之极 只怕是当不下这一个半步法向进高手的全力一击 不过只能稍微延迟一些罢了 不过能够稍微延迟一些 也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了 果然 剑气几乎就在刹内间被长枪贯穿 长枪仅仅只是微微一黄 就直接轰向了叶西文 不过就这么刹内的时间 对于叶西文来说已经足够 轰 长枪击爆空气 贯穿长空直接轰进了一团金色的闪光之中 让叶西文逃过一劫 脱离了枪间所向 叶西文这才有时间看向那个身影 却见是一个约莫着二十来岁模样的青年 一袭滑袍 只是在额头处完全被林甲覆盖 显示了和人族并不一样的血脉 咦 那个年轻人只是疑了一声 似乎对叶西文能够躲开他的攻击 略微有些好奇 也有些奇怪 本来觉得一枪就能解决的事情 却不想 居然让他躲过去了 这倒是让他的嘴角 多了几分玩味的神情 你是边云 叶西文盯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问道 嘿嘿 我是边让 边云是我大哥 这个年轻人只是黑黑一笑 看向叶西文的眼神 便犹如是在看一个死人罢了 在他的心中 或许叶西文根本就不可能给他造成什么威胁 这才如此轻松 一个超脱镜七重天的舞者而已 能够逃脱他的狙杀 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你不是边云 叶西文眉头微醋 这年轻人居然还不是太风海域的第一人 边云 仅仅只是他的弟弟边让 仅仅是一个边让就已经是半步法向境的高手了 而那个边云 必然更加的了得 你是谁 居然敢在我太风城放肆 边让微微有些好奇的问道 一个超脱镜七重天的舞者能够逃脱他的狙杀 虽然不足以让他重视 但是却已经引起了他的好奇 云星海域 叶西文 叶西文铿锵有力道 你就是叶西文 我听说过你 旁天干那几个废物就是再败在你的手上 边让继续一副云淡风情的样子说道 一旁的眼忽然 三妙童子和旁天干顿时脸色异常难看了起来 脸上怒气闪现 边让的话 直接让他们变成了废物 这让一贯心高气傲的他们如何能够接受 是不是废物他们自己最清楚 不是他们太废物 而是这叶西文太过恐怖了 快了 很快你也会跟他们一样 叶西文咧嘴笑笑 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神情略微有几分不屑 似乎在嘲笑边让的狂妄和自大 边让顿时脸色一边 呵斥道 放肆 原本我只打算将你草草杀掉了事 现在我要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死无葬身之地 比较来